网友留言 小胡老弟 2023新款奥迪A8R和宝马7系 该选哪一个 开着舒服 性价比高 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这个奥迪A8R呢 还是说宝马7系呢 可以带评论区颜 给这个建议 帮助帮助他 这两款车呢 如果说品牌养力呢 宝马高级感质感 肯定要比奥迪好一些 但是预算不足的 都去买了奥迪A8R 预算不足的肯定是买宝马7系 但是说开了加速 底盘调的运动感 扎实感 还是奥迪A8R好于宝马7系的 如果是你经常跑长途的话 可以买这个奥迪A8R 它的加速 操控开了 更得劲 更跟脚 超出更快 那么是你存在的商用 或者是四驱代步 商用 你就选择这个宝马7系 更有面子 品牌能力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那么它哪里有什么有缺点呢 宝马7系后驱动车吧 它是基于宝马的CLAR平台工业达道 所有的宝马车都是这个平台 后驱动车吧 它740没有给匹配 后驱主动转向系统 因为后驱动车的怕打滑 是不是 雨雪天气 怕侧轻嘛 所以说安装个后驱主动转向系统 是非常优秀的 增加稳定性和操控性 只有750 760它才给匹配 所以说减配很厉害 你像凯迪拉克C76 那种便宜的车都是给标配的 对吧 那么奥迪A8R这款车 它唯一的是四驱能力 要比这个 除了加速 比这个宝马7也好 四驱能力要更好 它匹配的是一个脱身式插入器 非常稳定 纯机械插入器 没有电子设备的进入 所以说更稳定 更皮脂耐照 那缺点是啥 它不能不够100%收拾 最大收拾80% 重量大 所以说油耗就偏高 这也是为什么奥迪QR 取消了脱身插入器的原因 一个城市SUV 没有必要用这个插入器 一个实时市区 中央插入器 解决的功用了 对吧 那么这辆车车呢 都是体配的 产业服的 把IT变种项 宝马7系呢 是350 是450扭矩 也是340的一个马力 马力都是一样的 但是开了 跟鸟的 觉得是奥迪QR 好于这个宝马7系 但宝马7系的高级感 质感 革音方面 静音方面 要比这个 奥迪QR要好一点 那么所以说 这辆车呢 怎么说呢 各有优点和缺点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在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底赞 拜拜